最後還有一位 也是非常的酷的職業 讓我們來歡迎盧拉拉 什麼東西嚴重 這個不是就是那個什麼東西嗎 無所限 對 身體 法醫 應該不是 是 限定 對啦 實在是正大色的啦 還是說你是去負責 拉這個線的人 拉線緣 我負責拆這個線 答案三線 收復師 你收你箱的業務啦 清理緣 清潔緣 對的 什麼的清潔緣 什麼的清潔緣 是清潔緣啊 一般的清潔緣 什麼清潔緣 什麼 密案現場 密案現場的清潔緣嗎 是的 我的天啊 密案現場 真的 天啊 那你們還看到很多 很可怕的畫面耶 什麼畫面都有啊 嚇死了吧 是說那譬如說 譬如說如果有人跳樓的話 我的天啊 那個 現場的清理是你們去做清理嗎 要看它墜落在哪個範圍 天啊 什麼意思 如果說是在道路 道路上的話 那算政府這邊會做協助 那如果在室內 像社區啊 中庭啊 這些的話 那可能就要委託我們的 是 所以等於說各種屍體 幾乎都看過 其實這一行一般來講 很少會看得到遺體 因為遺體的話 就像業會來做接運種 那可是像輪到我們的話 內障 在地上 比較少 可能也腐敗了組織這些 那除非有一種特殊狀況 就是說像 對不對 那麼巨大 有一些狀況是說 它的遺體 我們都沒有安慰它 會再公開 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誤了 承認這件事情了嗎 我看也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 懶得多講話 像有一些它可能遺體 它也比較巨大 那可能它腐敗得比較嚴重 那就會由我 好味道 怎麼扛 有放在架子上面還什麼嗎 就是裝在濕袋裡吧 裝在濕袋裡面 然後硬把它背下來這樣 背著它 對啊 可是你看到那個屍體的時候 你心裡有很深的恐懼吧 其實 你說恐懼也很 因為那時候看到一瞬間 就是腦袋一片空白了 可是你怎麼會選擇這個行業 因為沒有人願意做 做沒有人要做的事就會 就很難 你沒有 我們有出現耶 我們有出現耶 我們如果我們轉一點 問你出現問題 我們之前想要說你很偉大 你為什麼 問我削海 所以因為沒人做嘛 所以他一直接不完 包括車禍現場 都是你在負責的啊 車禍現場倒不是 車禍現場 他有另外專門的人來做 那如果老實講 你收入沒有 都是沒案的 對啦 所以如果說他是獨居 在家裡面死掉的話 就會是你們去處理 對 是的 所以趙哥剛才說削海 那就沒有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個案 都是有一點貧苦的割愛 對啦 你不用理他 他這個人講話 就是很沒有口德啦 他有遇過靈異事件嗎 沒有耶 那你有沒有就是幫忙 就是清理過後 然後有入夢來感謝你 這個倒我從來沒遇過 所以你從事這行業多久了 已經六七年了 那需要現在看八字 然後才可以加入你的團隊嗎 應該是說很多人應徵的時候 都說自己的八字OK 可是已經 去了之後 最少逃遼的都是這一批人 偷遼啦 所以這有沒有人 就是當場昏倒 或是當場吐啊 或是什麼 吐跟當場直接落跑的一大堆 你說他接著這個案子 結果到了現場 突然反悔了 對 然後就一回頭不見了 味道很重 對 味道很重 那你真的很 你真的很厲害耶 這個去之前要做什麼儀式 去馬上說先拜拜啊 幹嘛的 我們沒有任何的祭拜儀式 對 我們的 應該說我們有規定同仁 我們不做任何祭拜 所以是不是像韓劇的 那個遺物整理室一樣 你還要把遺體 信件什麼 對 然後還要把家裡環境 是不是也要做清潔 是的 就是 遺物整理室的工作內容 其實跟我們做的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對 就是把現場做環面 好偉大喔 那要抱著非常虔誠的心 去處理這些事情耶 因為這一行真的是 講真的 就跟遺物整理室有看過 可能床單一掀起來都是錢啊 對啊 收條手勢什麼都有啊 你有看過這種喔 有啊 然後你有拿嗎 有拿 還給別人啊 不拿起來什麼 還給他的家人是不是 你們是只是把這些東西 歸為還是說你們要負責說什麼 幫他刷一刷啊 然後用個泡泡什麼的 應該說是會還原到 一模一樣 應該說完全沒發生過事情的樣子 而且我看 那我看那個遺物整理師 然後有一些是 他藏在哪裡的信件或什麼的 他有留一些故事 然後他的家人是不知道的 你們有發生這種事嗎 有 然後拿給家人之後 他們才看到說 原來他是這樣子 像我們曾經遇過有一個案例 他就是我們去親的時候 他一直以為是家人 不要他們就自己獨居在外面 就很絕情跟人家在一起之類的 後來我們到現場去親以後才發現 原來 其實也是他 王生仔可能活在他的自責當中 就是不斷他寫著的一些 說筆記日記或書信 其實都一直在寫 他都沒有寄出去 然後照片什麼都一直留著 你看二三十年來的照片 然後都留在家裡面 那也是藉由我們過去來 然後就解釋了一個誤會這樣子 那他家人看到這些信件 應該就崩潰了吧 當場就只能是崩潰 跪在那邊就是在那邊哭 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剛開始接觸到 這個產業的時候 會不會很常就是做惡夢 因為像我以前 我是在高速公路 在幫人家吊死亡車 或監視器畫面的 然後我就是要一直去看 那個監視器 然後找到那個 撞擊的碰火花瞬間 我要去截下來 然後我一開始接觸的時候 我會常常做惡夢 然後很害怕 那我想問一下 你在接觸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樣的事情 比較 應該是說我之前是 從事殯葬業出身的 對 我大概十多年前 從事殯葬業 那當初如果我從事殯葬業的時候 我每天的做夢都會夢到 我在介業大體 介業運移體 然後後來我從事這一行之後 剛開始頭一兩年吧 每次工作完之後 會持續做同樣 我在現場親愛的夢 大概一兩個禮拜左右 所以你人生中 跟你接觸最多的是 是往生者 我有客人他是做 畫大體的那個彩妝師 然後他就是畫著 就是有一天他睡著 就他那個使者來託夢說 他要指定哪一個化妝品品牌 然後要用什麼顏色 然後他要怎麼畫 妝容 你們會有這種就是夢境這樣嗎 這倒沒有 應該沒有指定清潔劑的 對 他說 我要哪個結的 那個牌子的 威猛先生 對 他要不要 太快了 來 東西 好啦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這個工作真的 我們要很值得尊敬 對啊 因為他們要把死者 整個那個生活還原生 原來的樣子 包含對他家人的一個交代 對 尤其看完移物整理師之後 我們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工作 真的很期待 謝謝林大娜 謝謝 這樣比起來 網軍也會好好反省一下 但是我真的覺得 大家每個人的職業 都有他辛苦的地方 一定的 我覺得我們的職業 或者是像 不論是幫忙 勸退小三的也好 或是網軍也好 我覺得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除了在忙碌 工作忙碌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點 就是要回歸到自己身上 就是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我自己最近就很有感 就是因為 以前大家看我都會覺得 我就是那個唱 愛你愛到死 就是黑社會妹妹 那個時期的小妹妹 愛你愛到死是我們的歌耶 愛你愛到死 另外一首 我是你們的好奇的 愛你愛到死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就大家就會覺得 就是那個時候的小妹妹 然後後來現在 因為我今年是三十四 然後要三十五 所以今年要三十五了 然後我就很希望說自己 就是大家看到我的時候 還可以保有當時那個 你知道就是妹妹的感覺 可是我們剛才聊完 一屋整理師之後 你現在要跟我們聊小法寶嗎 沒錯 因為我覺得 一屋整理師也是需要 整理外在的啊 為什麼 男生跟女生每個人 他都是需要整理外在的嗎 所以是很重要的事情 各行各業都需要整理外在 沒錯 所以我特別帶來 小法寶 他來帶給大家 好 那首先我想要請大家 現場大家先跟我笑 三聲就好了 好 好 預備 開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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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這樣呢 我為什麼要這樣笑呢 是因為我有一次 一個非常深刻的經歷 就是我有一次就在現場 就是錄影的過程當中 我就這樣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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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覺得我臉頰超崩的 你就會覺得這邊有 那種崩崩的感覺 就是乾乾的感覺 然後我就趁著空檔 然後我就偷偷拿手機 然後就看一下 我就發現 因為我眼睛比較大 然後我也很愛笑 所以其實我眼睛這邊的紋路 就是會比較深一點 所以你說你才笑三聲 這邊就立刻有紋路了 我就是笑個五聲 之類的 好笑烈耶 就笑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 這邊不舒服 然後我這邊就有乾紋 然後我那一集錄完之後 我就是回那個化妝間 然後我就發現 誇張到我是連木偶紋都出來了 就是法力紋就開始卡粉 你就會覺得它又乾 可是我又是混合性 所以我又不能用 太控油的 我又不能用太保濕的 我的皮膚就會變得很混亂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想說怎麼辦 直到我有個朋友 他先跟我介紹這個小法寶 它叫做 我看 你看一視層主顧 相見恨晚的感覺 其實它非常厲害就是說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叫做 對 就是說它不是水溶性的 那因為它是紙化性的 所以它可以直接 就是直接 深入到我們肌膚的底層 然後可以去腐化我們的細紋 或者是我們臉部的鬆弛 然後再來是它裡面不只有A醇 它裡面還有維他命C跟維他命E 所以你知道 它們三個其實基本上是好朋友 就是聚在一塊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淡化細紋 或者是讓我們看起來就是更滋潤 那因為其實我本身 我不是一個很白的女生 我其實是 我覺得我是偏黃的 所以我很害怕我的肌膚蠟黃 所以它裡面有維他命C 我就很開心 因為C它就是可以避免蠟黃 然後讓這個肌膚透亮 然後再來它是抗糖化的 對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它的質地 其實它質地就是非常的好吸收 我先試在 對 我先示範我的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覺得說它好像就是一般這種 液體嘛 它是 就是一滴水都沒有在裡頭 所以它的這個精華的這些保養成分 它會比較更穩定 對 就是它是要在保養程序的哪一個步驟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油 會不會越差越油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用擔心 你可以在你前面 譬如說先化妝水 精華液 如果你全部做完 然後它就可以成為 你最後一道的程序 所以它可以把你前面 所有用的這些保養品 然後一起拉到肌膚底層 然後讓這些保養成分更強化它 那你即便要單擦它 也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裡頭還有一個非常厲害 專利的配方 叫做自由分 大家聞起來那個味道 就是有種 好香喔 而且現在吸收很快耶 它一下就不會油油的 對 它不會油油的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那種 草粉的方向 對 那因為自由分 它們這個主要是針對 就是 所以像如果我自己特別害怕 對 一些這種細紋或什麼的 像我平時的話我就會 譬如說我就會擦在 把力紋的地方 然後容易找紋的地方 對 然後或是眼睛周圍 然後我可以去做一個按摩 其實像每次工作完回到家 然後你洗完澡 在做按摩的時候 你聞到這種草粉的香氣 你就會覺得 很舒服 很像高級的那一種 放鬆一下 對 放鬆的味道 我現在是已經素顏了 我剛剛 妳是素顏的 對 我現在已經把那個 我的粉底全部都擦掉了 對 我覺得真的就是 所以我才會說 一試成主顧 就是有保養 真的有差 而且通常大家都會覺得說 有辦法保濕跟就是亮白 或是細紋 真的都可以全部兼顧嗎 它這一瓶真的可以 就是長期用下來是真的有差 所以你現在是完全很有自信 即使沒化妝 我覺得我很OK 我現在都可以直接跟 我們在場最年輕的 應該是拍隨刻是不是 我可以直接來個五連拍 這會很可怕 你敢喔 我覺得我OK啊 我現在可以耶 好 那你還喊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這要幹嘛 就是 證明就是 就是要證明說它很漂亮 可是你不好看 因為我看不到 要證明就是 跟你沒有什麼年齡的距離 可是你皮膚真的沒有毛孔 真的 沒有分 而且沒有細紋 對 沒有細紋 然後這就是我覺得它 就是會有一種光澤感 很厲害 沒有飄出那個省位 對 所以我覺得 不論你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或哪個年齡 我覺得大家都是要適度的 來保養自己 然後把這個年齡把它維持住 是喔 我只能說世界之大 真的是無奇不有 我們已經覺得 他們五位的職業 非常的另類了 是 但我後來想想 你們的職業更另類 明明就好端端在聽別人的故事 突然開始聊起小法寶來了 不過也是很真心的推薦給大家 對 他的體股真的好 對 讓大家認識 有那麼驚奇的那個行業 然後真的有些是很辛苦的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小姐 布希弟的Youtube 居然開放會員了 只要加入會員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專屬徽章 還有機會可以來看 小姐 布希弟的現場錄影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反正有可能 快来订阅小姐复习地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